国镇政府承诺照顾人民的福利 为弱势群体及不幸人士提供有效的社会福利网 电子关爱系统 国家贫穷数据银行 通过e-kase 59亿5000万令吉 已分配给56万3012户家庭 e-kase电子关爱系统于2012年 荣获联合国公共服务一等奖 吉隆坡流浪者修卸中心成立于2016年 基本设施如床位、浴室、辅导室及保健室 可为250名流浪者提供住宿 爱新联盟辅导学校SBJK成立于2013年 为吉隆坡地区的贫困儿童提供受教机会 政府发放5000令吉特别奖励金与肯殖民 共有94956户家庭受贿 政府推出国家贡献援助金计划BBN 以表扬为符合享有退休金资格的退伍军人的服务及牺牲 汇集76959名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养老金计划为没有退休金的退伍军人提供终身每月收入 退伍军人残障退休金计划每年支付1000令吉于退伍后身葬军人 一马消除贫穷计划 政府推介一马消除贫穷计划BBN Azzam涵盖五大领域 农业除贫计划 经商除贫计划 工作除贫计划 服务除贫计划 和城市除贫计划 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从2010年至2017年期间 有超过10万名一马除贫计划参与者的收入已增加 国阵履行我们的承诺 以民为本 绩效为先